据台湾媒体报道 英国RMB男子乐团JLS团员奥里斯·威廉姆斯 近日在英国中部的一个城市 宣传她的个人新专辑Waterline 她2日凌晨在当地的一家酒吧内表演 不料在表演结束后的早上 她被女粉丝控诉强奸 并遭警方逮捕带回警局问话 根据英国太阳报报道 该名女子是该在酒吧的员工 她向警方表示奥里斯在表演结束后 邀请她与另一名女性友人 一起回到对方的房间喝酒 同行的还有奥里斯的男性朋友 当时他们在对方的酒店房里玩得非常开心 在临走前却发现 自己不小心将钱包遗留在对方的房间里 于是她便独自折回酒店取回 她声称自己就是在回去后被奥里斯强奸 而她的好友也被奥里斯的男性友人性侵犯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该名女子与她的朋友都是JLS的超级粉丝 警方透露在2日早上接到报案后 在奥里斯入住的酒店 分别以强奸及性侵的罪名 逮捕了两名29岁及30岁的男子 回去协助调查 两人现在已经被保释外出 警方也已经向她当晚表演的酒吧索取秘密电视画面 正式针对此案展开调查 JLS是英国RV男子乐团成员四人 他们在2008年英国致命节目 X元素选秀大赛中取得亚军后出道 他们在出道的五年里 曾发布过四张专辑 但是却在2013年宣布解散 他们在解散前曾举办巡回演唱会 正式与粉丝告别 不管怎么说 身为公众人物 坐车这样的事 看来星途也是到底了 不知那群曾经支持他的歌迷们 如今作何感想呢